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如果是在YouTube觀賞影片的觀眾 記得打開CC字幕喔 暗黑之日 或稱暗黑日 或是暗黑之夜 DC月亮2017年開始連載的大事件故事 故事將交代許多DC留下來未交代的伏筆 另外還推出了一系列平行宇宙邪惡版蝙蝠俠 啊 看來又要靠老爺Carry正義聯盟了 還有不久後即將出版的《毀滅日時鐘》 最近DC宇宙真的是動作頻頻了 拍出掉邪惡版蝙蝠俠 《毀滅日時鐘》 目前暗黑刺激系列連載已經出了三集 這次的影片 將說說目前為止三集的故事內容 我會為各位做個簡單的整理 讓大家有個好的入門管道 特別感謝美曼推廣群YBY大大提供的文案 幫助相當的大 如果想要第一時間發到美曼的相關資訊 可以搜尋由他經營的油花慢說網站 你可以獲得不少的資訊哦 以及本次影片的內容 帥狗也看了大量的KICKBASS管理群的文章 不論在他們的粉專 或是玩具人部落格 都能夠看到相關的文章哦 這些文章也要讓我更了解故事的細節 如果覺得看完本次影片還意猶未盡 上述平台都能夠提供你相當大的幫助哦 可以搜尋看看 好 我們開始說暗黑之日短爐的故事吧 故事一開始在古埃及的沙漠 深夜中只有馬蹄奔跑的聲音 其中一位騎士就是卡特 當時是古夫的王子 也是未來的鷹匣 一個在滿來自宇宙神秘金屬的太空船 化開天際 這艘船帶來的恩金屬 將會在這次的故事中 扮演相當重要的物質 後來卡特和自己的愛人Shera 一起研究恩金屬 卻意外獲得了超能力 不料一旁的邪惡巫師哈斯謝特也是 而且還暗殺了他們兩人 最後兩人因為恩金屬的關係 獲得了永生轉世的能力 故事的時空背景轉換到現今的百慕達三角洲 這裡就是文言企業不為人知的秘密研究機構 由於發生了地震 研究的重點就是金屬 研究機構爆炸前 科學家還急忙的將研究資料取出來 編布俠開著機甲巨獸出來營救科學家 但機甲巨獸沒有足夠的能力 突破充滿岩漿的逃生路線 在海王亞瑟的幫助下 編布俠跟科學家安全的逃了出來 亞瑟以朋友的身份向布魯斯提出問題 你這座研究機構不要說陸上世界 連海底世界亞特蘭提斯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你隱瞞了全世界 你到底在找什麼 布魯斯回答亞瑟 亞特蘭提斯藏了某樣東西 真正的問題是到底藏了什麼 過世畫面切換到綠燈俠的基地 莫哥 善良的宇宙守護者甘瑟 召喚綠燈俠哈爾喬丹 甘瑟告訴哈爾 地球有個恐怖的真相 即將重見天日 必須阻止這一切發生 甘瑟解除哈爾所有的任務 並指派一個極機密的單人任務給他 甘瑟要哈爾前往地球 一位老同事的家中進行調查 沒想到任務的地點 就是文恩豪宅地下的蝙蝠洞 哈爾到達蝙蝠洞之後 隨即遭受到信號俠 杜克托瑪斯的攻擊 杜克是蝙蝠俠新收的徒弟 他跟以往的羅賓有很大的不同 畢竟這個角色的定位也不是羅賓 DC不久後 將會推出信號俠跟蝙蝠俠的連載故事 杜克在執行蝙蝠俠直派給他的守成任務 就算對手是正義聯盟的夥伴 也不能放水 當然 像杜克這樣年輕的小鮮肉 怎麼可能是身經百戰哈爾的對手呢 一下就被制服了 哈爾找到了他想找的東西 畫面轉換到廢城地下 一位自稱永生人的人 正在偷窺因為小丑精神毒素 而發瘋的杜克母親 萊恩·托瑪斯 永生人號稱觀察全DC宇宙的歷史 宇宙中發生了幾次大事件 他都曾經看過 而他邀請過萊恩加入自己的組織 可惜 後來被萊恩拒絕了 這之後永生人就非常擔心關於這一切的秘密 被蝙蝠俠從萊恩口中探出來 因此默默的監視者 故事主角轉換到英俠 英俠和他的妻子 就是因為N金屬的關係 獲得永生輪迴的能力 一個接近半永生的狀態 英俠做了一個 蝙蝠俠成為獨裁者的噩夢 世上 立足一座漆黑的巨人雕像 腿上還綁著無數的人跟屍體 英俠從噩夢中驚醒 他知道災難即將到來 因此英俠開始 瞞著所有人尋找自己身世的真相 便將他在這過程中 找到的一切寫成一本書 畫面轉換到月球蝙蝠洞 哇靠月球啊 有錢就是任性 蝙蝠俠馬上開始讀詢 今早救回來的金屬資料 隨後號稱世界上第三聰明的卓越先生 出現在蝙蝠俠身後 卓越先生收到了蝙蝠俠的委託 穿越了數個平行宇宙進行調查 他收集了不少數據回來提供給蝙蝠俠 可惜由於數據太多 單靠地球的科技無法讀取 他們需要更強大的技術 為此他們準備放出那個男人 橡膠人 畫面再次轉換到地球 維恩豪宅地下的蝙蝠洞 他們進入了蝙蝠洞的深處 沒想到 此時綠燈界掃描到生命反應 突然 一個神秘的聲音出現了 聲音的主人做了哈爾等人的嗆導 之後綠燈界開始異常 先是無法判斷生命的主人是誰 接著異常的發熱 在洞穴深處發現了幾樣神秘的東西 毛頭以法庭蝠爪的牙齒 牙齒內部有神秘的金屬 能夠幫助蝠爪重生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強大的神器 和牙齒內的金屬一樣 有著異常強大的能量 繼續往深處走 赫然發現 原來蝙蝠俠組織的另外一個小隊 橘外人 橘外人本來是DC宇宙閃檢前 蝙蝠俠的秘密組織 他們穿越了平行宇宙 替蝙蝠俠進行調查行動 再往更深處走 他們發現了異位為液態金屬 九神金屬 這就是小丑在Nive2終局故事中 獲得的九神英子的真面目 畫面轉換到英俠的基地 英俠一直以來都在調查 跟自己身世有關的資料 其中有幾枚超古代的石板 上面刻畫著幾個示意圖 他們分別代表幾個超古老的優秀部落 其圖案分別是 狼、熊、鷹 可是一旁還有另外一個圖案 它跟前面這三個部落完全不一樣 這個部落是個邪惡的部落 而他們的圖案就是 蝙蝠 畫面轉換到北極的孤獨堡壘 超人的基地 蝙蝠俠來到孤獨堡壘 尋找他的好基友超人 這邊的對話非常有趣 蝙蝠俠站在大門口大喊 克拉克我找你在裡面 讓我進去 超人開門帶著異常調戲的眼神回到 你偶爾說去請又不會要你的命 老爺則是傲嬌地說道 說不定會喔 多年前蝙蝠俠請超人幫自己 在這裡準備一個套房 不是啦 是房間 好讓他放一樣東西在這裡 蝙蝠俠要求超人永遠不要打開這扇門 超人向布魯斯發誓 自己從來沒有打開過這扇門 除此之外 超人知道那扇門非常難打開 可以說是幾乎打不開 因此蝙蝠俠他找來了奇奇先生 請他來幫忙破解這個門 蝙蝠俠自稱 他開發的神秘房間門的鑰匙 已經被自己扔到太陽裡去了 如今 蝙蝠俠只能指望奇奇先生 能夠打開這扇門 奇奇先生不負眾望地打開了這扇門 但沒想到門一打開 奇奇先生就大聲痛斥了蝙蝠俠 你為什麼要留下那東西 不管你要做什麼 都得立刻回頭 沒想到在這扇門後面 居然是由監視者建造的監視巨塔 這座巨塔出現在DC宇宙第一個大事件 無限地球危機 如果還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觀眾 歡迎去看看我的無限地球危機系列影片 蝙蝠俠打算透過這台超強大的機器 分析他獲得的金屬資料 畫面再次轉換到蝙蝠洞 沒想到這個神秘聲音的主人 就是Nu-2的小丑 小丑帶著魔性的笑聲 說道 這一切可以追尋到創世之初的秘密啊 而你我 只不過是扁不下手中的一塊拼圖 一個旗子 到此 暗黑之日斷如第一集結束 第一集的故事中 鷹俠一直扮演旁白的角色 以一個寫書紀錄人的角度 帶領觀眾警告眾人 不要研究N金屬的真相 我們再來開始的故事是 暗黑之日 鑄照 在市區碰到了一群稱為不休者的人 其中一位還是蝙蝠俠的岳父大人 肖顧 一位看似帶頭的老祭司 抽出了一把擁有強大閃電法力的巫師匕首 真人的插入祭壇中 後面轉換到神殿女超人的故鄉天堂島 老爺正在和天堂島上的生物 暗非特利用PK 在危險之際 戴安娜帶著太陽神的火箭 出現並阻止他們戰鬥 戴安娜問到蝙蝠俠 為什麼出現在天堂島 蝙蝠俠表示真的是逼不得已 他才會出現在這裡 如今有個巨大的威脅逼近 他必須跟神明談談 可惜神明早已離開此地 他們感受到了相同的威脅 至於神明為什麼離開 又打算怎麼辦 沒人知道 戴安娜將自己手中的太陽之劍 交給蝙蝠俠 並向她解釋道 這把劍 是人類文明拓荒時代 為了獻給偉大神明 鍛造出來的 是第八金屬的特殊物質 第八金屬並不是布魯斯苦苦正在尋找的金屬 戴安娜希望透過太陽神的光芒 能夠替蝙蝠俠指引一條光明的道路 因此把劍交給了布魯斯 故事畫面轉換到地球 維恩豪宅地下的蝙蝠洞 小丑一代嘲諷的向哈爾·杜克說道 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這一切的背後隱藏著更巨大的人 更巨大的陰謀 杜克看見傷害他父母的仇人 一時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撞向了能量場 小丑接著解釋 過去他跟蝙蝠俠的決戰中 他把自己的臉皮割下來 試圖利用各種軌跡 殺掉羅賓們 擊敗蝙蝠俠 可惜他最後失敗了 並跌入蝙蝠洞的深淵 沒想到在深淵之中 居然這種綠色的液態金屬 治療了自己的傷勢 同時 他還看見了一幅詭異的壁畫 壁畫上面的就是蝙蝠後面的蝙蝠 之後小丑逃出了監獄 由於小丑越獄 保全系統自動斷電 蝙蝠洞陷入黑暗之中 杜克輕鬆地被小丑擺平 而綠燈界完全使不上力 故事轉換到英俠跟英語的回憶 過去他們做過無數考古的探險 看過無數的壁畫 都出現過蝙蝠惡魔的圖案 為了解自己的力量來源的真相 他們進行過無數的實驗 沒想到 在一次的實驗中 他們透過巫師的匕首 成功地召喚出一個名一般的怪物 他擁有巨大的眼睛 他凝視著眼前渺小的人類 接著 他就消失了 這次整個故事 一整個克蘇魯的感覺啊 後面轉換到索洛蘭沙 太陽之劍將蝙蝠引導致尺 卡德蒙斯警告蝙蝠俠 不要再繼續研究金屬啊 金屬充滿了黑暗 他只會帶來詛咒跟混亂 並吞噬、墮落跟他接觸的人 可惜蝙蝠俠並沒有打算聽他的謙言 隨後塔利亞也出現在這裡 他來此處的目的跟布魯斯相同 是來尋找金屬的 並向布魯斯解釋道 自己的父親也追著金屬多年 後來他獲得了一把擁有無窮法力的金屬匕首 相互認為是獲的人 會願意花一大筆錢 來獲得匕首的力量 多年來 大事件 將從蝙蝠俠的老巢爆發 為了面對接下來今天發生的災難 蝙蝠俠提議和塔利亞進行一次交易 老爺用手中第八金屬的太陽神劍 換塔利亞手中第九金屬的巫師匕首 塔利亞同意了 蝙蝠俠用光明換取黑暗 接著老爺就獲得了擁有殺戰之力的匕首 後面再次切回文恩豪宅地下的蝙蝠洞 小丑不知道在漆黑中用什麼方式 摸到一台特殊裝置的旁邊 小丑一乾一乾 痛擊這個裝置 哈爾想利用戒指的力量阻止小丑 但戒指還是使不出力 小丑回頭攻擊哈爾並說道 你還不懂嗎 你的萬星BOSS 就會叫你來阻止這台機器的 接著換杜克上 杜克擊飛小丑 但這時候小丑又開始向杜克說一些詭異的話 為什麼蝙蝠俠會把你收到身邊 因為超群 杜克非常特別 蝙蝠俠費盡心思在調查杜克跟他的母親 最後選擇杜克成為指引道路的信號燈 小丑知道一旦沒有了杜克 蝙蝠俠所有的計畫都會失敗 他準備動手殺了杜克 杜克最後的掙扎 讓自己跌入蝙蝠洞的深淵之中 小丑竊笑 燈光掉入了黑暗 沒想到哈爾開著蝙蝠機救了杜克 接著活捉了小丑 突然杜克感到全身不舒服 接著全身發光 當光芒消失後 小丑也跟著消失了 而蝙蝠俠也回到了蝙蝠洞 哈爾跟蝙蝠俠發生了爭執 哈爾說道 你擅自將小丑關在監牢中 你知道這違反了多少正義聯盟的條約嗎 蝙蝠俠表示自己需要小丑 接著蝙蝠俠是哈爾解釋到 這個被小丑摧毀的裝置 叫最終發明 是用來儲存強化蝙蝠俠意志的裝置 蝙蝠俠擔心 未來要是自己老了 或是死了 絕沒有人能夠守護好高坦士 他必須為自己做些準備 這個裝置曾經出現在 偵探漫畫第二年 第27集中的短篇獨立故事 會直接出現在族宇宙的大事件 令第一時間看到的我有些意外 在原本故事中的用途 也是為了幫助老年的布魯斯守護高坦士 由於在終局的事件中 蝙蝠俠也受到了九層因子的治療 因此九層金屬還存在於蝙蝠俠體內 後來在使用終極發明 布魯斯就看見了許多畫面 許多他死去的畫面 布魯斯知道 這是金屬要讓他看見的 因此他推測只要再更努力 就能夠看清金屬的真相 哈爾想要勸阻蝙蝠俠 但蝙蝠俠卻回道 你不覺得奇怪 一個落後的星球 低等的生物的所作所為 卻受到如此高等生物的阻止 你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全宇宙最強的武器綠燈界 在這裡卻使不上力 布魯斯這番話說服了哈爾 接著布魯斯透過哈爾 杜克的幫忙 暫時性重建的最終發明 布魯斯透過黑巫斯殺戰的匕首 再加上自身九層金屬的體質 他再次啟動裝置 這次他清楚看見了 是的 他清楚的看見了 無窮的黑暗 接著大約在高蘭市地下三千英里 一群穿著黑袍的怪人 當正等著布魯斯 一窺真相 是布魯斯打開了封印的大門 接著黑暗之咒即將到來 黑暗騎士們即將降臨 還有蝙蝠俠真正的父親 也會一起登場 到此暗黑之日鑄造結束 再來我們要說的是暗黑之日金屬 前面的鋪陳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正式開始DC這次的大事件了 金屬 五萬年前 地球上有三個偉大的遊牧民族部落 他們分別是狼、熊、鷹 他們有著共同和平的理想 但他們的平衡 一直到了第四個部落出現 而被摧毀 第四個部落 就是前面鷹俠曾經看到的蝙蝠魔 而隨著蝙蝠魔的出現 也迎來了金屬時代 故事轉換到現代 正義聯盟為了拯救被蒙哥抓走的玩具人 殺到了蒙哥的星球 這張臉真的是夠了喔 蒙哥為了能夠有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他特地為正義聯盟的成員 打造了幾組鎧甲 而這些鎧甲 都能夠壓制正義聯盟成員的超能力 讓他們幾乎接近凡人 只有老爺不受影響 如果真的替老爺打造了一組 壓制他超能力的鎧甲 估計老爺會變成 智障 接著蒙哥派出了玩具人製造的 殺神機器人 與正義聯盟開戰 這幾組機器人 都有對應到正義聯盟成員的造型 由於聯盟的成員 能力都變得接近凡人 面對強大的機械人 聯盟開始敗退 起初由戴安娜帶領眾人反擊 但效果並不理想 隨著戰鬥進行 蝙蝠俠發現了端倪 他要求所有人聽他的指揮 破壞機器人體內對應自己的LOGO 並讓機器人吞噬掉自己 這很明顯是玩具人 留給他們反擊的號角 正如蝙蝠俠所料 當他們所有人動作完成之後 一台巨大機器人就出現了 蒙哥緊張地逃跑 玩具人露出一抹微笑 解決了蒙哥事件之後 他們回到了地球 沒想到一回到地球 高蘭氏就長出了一座山 一場黑色閃電的風暴突然來襲 接著就出現了這座山 四處瀰漫著 跟最終發明一樣的能量 隨後他們找到了一個秘密房間 這是一座秘密的實驗室 進入之後 他們馬上看到一台冷凍裝置 上面還沉睡著五個人 突然幾個特種士兵出現在聯盟面前 這個秘密組織叫反末日小隊 拼不想知道這個組織 一直在觀察他們 而這個組織也一直在監視正義聯盟 反末日小隊的首領 馬上摘下面具自我介紹 這位女子是肯德拉桑德爾斯 她知道所有正義聯盟成員的資料 只是正義聯盟並不認識他們 她說到 有人引導這次的敵人全面入侵 接著就將正義聯盟帶到了 自己位於太平洋的總部 肯德拉向眾人解釋道 地球上有些地方存在著 正常法規外的東西 就是不屬於這個宇宙的物理法則 魔法等等的特殊東西 因為不符合常理的關係 往往那些地方都會有著獨特的生物 其中就包含天堂島 恐龍島 以及他們所在的這裡 黑鷹島 超人向肯德拉說道 你提到入侵 你應該立刻告訴我們幕後主使是誰 而不是在這裡浪費時間 肯德拉非常肯定地回到超人 這裡才是你們唯一的希望 曾經有一位偉大叫卡特的冒險家 對 苦苦研究關於N金屬的秘密 卡特拿起了這個宇宙中 唯一一塊純淨的N金屬 N金屬有著難以解釋的能量 能夠顛覆所有我們所知的科學 跟萬物法則 因此肯德拉得出的結論就是 N金屬是來自宇宙外的物質 時候肯德拉拿出了宇宙地圖 地圖上顯示所有的平行宇宙 甚至包含反物質宇宙 目前已知的宇宙一共有52個 但還是找不到N金屬的來歷 除非 肯德拉將整張地圖翻面 一整個全黑的畫面映入眼簾 一個黑暗多元宇宙 此刻開始肯德拉相信 平行宇宙中 除了正物質宇宙跟反物質宇宙之外 還有暗物質宇宙 一旁沉睡中的紅色旋風 在停機前曾經試圖警告他們 潛藏在其中的生物 一條巨龍 它是一頭形於黑暗的兇獸 其名為巴巴托斯 隨著繼續截圖古代文獻 他們得知更驚人的事實 那便是 為這些未來宇宙的敵人 為巴巴托斯引路的人 就是蝙蝠俠布魯斯維恩 瞬間超人小小聲的向布魯斯說道 拜託 告訴我 這不是你這陣子在燒腦袋的東西 此時特務舉起槍 準備解決掉蝙蝠俠 好避免這場災難 一旁的紅色旋風也醒了過來 他搬他的隔離艙 對所有人發動攻擊 是蝙蝠俠放了紅色旋風 哈爾向肯拉德說道 雖然看起來是你們把我們帶來這裡 但相信我 這些搞不好都在蝙蝠俠的計畫之中 正如哈爾所說的 蝙蝠俠來此的目的 就是為了抓住一些特殊的生物 而他也得逞了 這一瞬間 命運博士 鋼人 橡膠人 他們感覺到了預兆 一個來自不同宇宙的黑暗軍團 即將來襲 畫面轉換到蝙蝠洞 老爺快速地分析他得來不易的戰利品 但阿福卻希望他能夠稍微分心一下 有東西來了 在閣樓 蝙蝠俠到了閣樓 發現地板上有自己的LOGO在燃燒 並撿起了一本書 而這本書正是英俠卡特霍爾的日記 他驚覺這陣子收到所有的警告都是真的 突然他身後出現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幻夢 又稱夢神丹尼爾霍爾 他是來自無盡家族的人物 而他是來警告蝙蝠俠 噩夢 只不過是個開始 到此暗黑之夜金屬第一期 完 為什麼會說丹尼爾哈爾是個不得了的人物呢? 因為在這之前呢 丹尼爾哈爾一直以來 都沒有正式走入DCEU 他是登場於暈眩漫畫連載的漫畫人物 所以這次他的登場是讓人相當的驚訝 這次影片我只簡單過了三集內容的故事 順便幫大家起個頭 在這次中我可能會少說很多重要的訊息 甚至是解讀錯誤的情況 建議各位不嫌麻煩的話 自己看會得到很棒的效果 況且這次我覺得這個坑... 香 相信看完這次影片後 對於欣賞這次的大事件 能夠替你減輕不少負擔 網路上有很多資源可以自己去找來看看 或是買正版原文漫畫支持一下DC 未來我也會慢慢的把這個大事件說完 但製作時間是連載過後一段時間才會開始 如果有空或是心血來潮 也會製作一次快速分享的影片 就像之前那樣用聊的方式 說到快速分享影片 這邊我想要說一些事情 對於當時有些觀眾比較不友善的留言 我這次同意回覆 那些說只想看漫畫不想看我的觀眾 既然你知道分享類的影片 本來就沒有多少圖片 你大可關掉畫面當作聽廣播啊 不能第一時間製作影片是有很多原因的 就當作體諒我們這些製作人 請你稍微受一點委屈 你也受不了嗎? 其實我知道這樣的留言根本沒有必要去理會 講白就是太沒價值 連建議也撐不上 我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回覆這類留言 單純只是因為未來我會直接無視這樣的人 對 讓你知道一下 別說我不在乎 我是很在乎的啊 就是因為在乎 我才有必要認真的處理一次 也就僅此一次 OK 最後我會附上漫畫偽業中提供的目錄 只要按照這個目錄去追 你就能夠輕鬆的看完這次的大事件 好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鈴鐺的話 我們將不會擦肩而過 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不錯 歡迎分享給你可能會感興趣的朋友哦 那麼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感謝所有贊助我PressPlay的粉絲 謝謝你們